国内没有这么孙子的企业 7亿美元大众买了小鹏不到5%的股份 是不是疯了呀 大众没疯 估计五毛和喷子可能要疯了 为什么呢 大众已经没有护生核了 小鹏G9的800伏平台和XNGP 是他们迫切需要的技术平台 奥迪的CEO这几年把电车和性能车都给干费了 钱也干没了 于是大众直接干掉了奥迪的CEO 解决了制造问题的人 那我们是如何应对的呢 我们解决发现问题的人 比如起诉自媒体 把责任都推到自媒体身上 不让他们说话 起诉贴膜链和美术画室 制造舆论展示强大的法务能力 只要没有人能说出问题 那我们的企业就没有问题 那么多新势力 为什么大众选择了最弱的一个呢 技术上的巨人 营销上的矮子 小鹏G9是少见的量产车 800伏纯电平台和4C超快充电池的 充电速度接近1秒1公里 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 能开200公里 这么说换电还有意义吗 换电买的是服务 但前景有点模糊 某品牌的成功导致小鹏G9完全被带跑偏了 很多人以为它的卖点是音响和屏幕 这是明显的劣币驱逐良币 技术型创始人的通病不懂营销 销量萎缩到连水军都快请不起了 那这次大众加入 那是不是就网络水军可能没有什么价值了 或许某品牢毛利会超过25% 会节省很多的成本 小鹏把技术卖给大众会不会被骂不爱上海某车企 技术合作奥迪了 深圳某车企出售核心零部件给丰田了 而且股东还是美方的金融大鳄 技术无国界大融合是必然趋势 越狭隘梗的越快以后大众算不算自主品牌 小鹏算不算合资品牌 连水军他爹都是给美国人赚钱的他还怎么喷 以情怀绑架消费者的品牌 必然会被历史的洪流所淘汰 您这是说哪个品牌 是印度 国内没有这么孙子的企业 都说自主品牌是用了马一龙之前开放的专利 但为什么大众不找马一龙合作呢 早期的专利技术已经体现在车型上 市场都在逼着毛豆系列换代了 关键指标都已经被自主品牌压制 量产车型方面 只要魏小李不被卡脖子 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但是尖端技术马一龙还有不少 咱说30年前咱们被迫开放市场换技术 30年后自主企业成为了技术反向输出者 好像还挺感慨的 有些企业背负骂名负重前行 有些企业为了眼前的利益压榨员工 到底谁能笑到最后 笑啥呀 你这本期笑点这么少 下期记得补上 下期见了 下期见了 感谢观看